你的付出是有求的吗? 如果有两个乞丐,其中有一个乞丐经常向你乞讨,你也经常给他做很多的布施,另一个乞丐你从来没有布施过。 有一天,这两个乞丐都莫名其妙地打了你的耳光,你肯定会对那个经常给他做布施的乞丐特别生气。 我天天布施他,他还打我。 同样是乞丐,你对曾受过你恩惠的乞丐心情肯定是不一样的。 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我们在布施的时候还是有希求回报的心。 如果真的发了菩提心的话,在你心中两个乞丐都是你过去生生世世的父母。 只有一个乞丐这一世做了布施,另一个乞丐虽然今生没有布施他,但是过去世也有可能给他做过很多的布施。 也就是说,我们对他们俩至少是平等的,心情也应该是一样的。 从这里就可以看出藏在内心深处的发心,我们往往是看不到的。 有一位母亲说,我对孩子的付出完全是无私的。 我说不对,如果什么时候你的孩子不认你做妈,去认别人做妈的时候,保证你马上就受不了了,你肯定会非常非常的生气。 这就说明你对孩子的奉献不是无私的,无私的话就不会生气了。 不管父母对孩子多好,如果这个孩子到一定时候不孝顺你,你肯定会生气的。 如果你的侄子或者外甥不孝顺你,你觉得没关系。 但你的亲儿子不孝顺你,你肯定受不了了。 这说明你的付出是需要回报的。 比如你看到一个人掉到水里,健一勇为马上跳水里把他救了起来。 可能你救他的这个过程中没有要求他回报你什么,但你把他救起来就走了。 等以后这个人忘恩负义的时候害你一把,你肯定受不了。 你觉得这个忘恩负义的家伙恨得牙痒痒,这就说明你不是真的不求回报,还是有求的。 我们凡夫的心不可能不求回报的。 作为善人,你可能够资格,你这个人的心善,够义气,至少当时不求回报。 但是作为菩萨来说,还远远不够格。 发了菩提心的菩萨,任何付出都是不需要回报的。 可能有些时候,为了让众生生起信心,可以善巧方便说一下我利益过它,有一些功德彰显。 若非如此,我们是不需要被利益者赞扬的,因为我们不求回报。 唯一的愿望就是它能够成就佛果,对每一个众生我们都是这样的。 只要它能够成佛就够了,因为我们自己也能够成佛,所以不需要它来回报我们什么。 这样的话,菩提心才比较真实。 我们问一问自己,是不是发了菩提心? 我们每天念不求人天福报,声闻圆诀。 念是这么念了,但是真的这么发了吗? 要是心里发出来才是真的。 真的做到不求回报,这个心才慢慢趋向菩提。 我们的心里发出来才是真的。